大家好 我是坦平叔 等着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0月5号 这一期咱们闲聊 这个大过节的 如果有人被吓死了 会怎么办 在成都某个小区 有人大半夜里 看见这样一幕 会不会被吓死 大家看视频 你还说你不应该写了妆出来 行不行吗 你得完全是害人的吗 是不是 我怎么又害人了吗 你就这个样子都吓死人了 那我觉得这种 我现在快回去卸妆了 你人家这事还是 是能够八百个黑到小石油 你想啥现在 是啊 所以说我来这个 我真的没带卸妆水 我已经带了我肯定卸了呀 那你刚才坐车 公交车 我是早上出去的 我现在才回来 就说回来晚 你坐轮回的吗 蛤 你坐轮回的吗 我坐公交车 然后那导航 就是那里有个七百 我在那个什么 关于墙那里嘛 那里上的什么东站 然后我过去都是 它又显示在这边 然后我又坐过来 又走了十几分钟 然后就到这边就晚了 到晚上了 那你都在小学什么能够 你一个整天 所以说我现在回去卸妆 你不应该消息 那个身份也好 中了你看一下 中了你给我看一下时间 我知道 但是我在那边吃饭 我才会被 我坐一个多小时间 昨天我都想提醒你的 你是不是问八东 你问那个五东 那个早是不是 昨天我都想提醒你的 昨天你也是能够进来 也是晚上那个时间了 来来来来 你们来看的是我们小区 不管的 搞啥名堂 把这个放进来了 你们啪啪 对不进来咋子 别给啪啪 你们啪啪晚上出来 这个给你 我说的 晚上家 今天咋 白生家都不会进来 不是晚上家 我是慢载回来的 不是你应该把装卸了进来 你不应该才装自己 昨天我还想提醒你的 我没说的 我小时你们再搞这个好多 我没带卸 昨天你也没卸装 昨天你进来了 我还跟我老婆的说 我说这个 我小时你倒啥你 这个就是最近啊 发生在成都某个小区啊 这个一幕 这个小区有个大爷六弯啊 差点就被这个小姐姐吓死 他这个装容啊 他这个一套 这个仿称叫清朝僵尸装 完了还带装容 脸上还涂上了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 他说他是下班 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上班啊 特殊场所 也可能是那种鬼屋啊 什么密室逃脱啊 等等啊 这也可能 但是你下班这么下班 也不卸装 大晚上的 他自己说没有卸装水 自己说了一堆理由啊 大爷看了 他就这么从那个小区的绿化通道啊 简单中 树比较多 比较暗的地方 走出来 或者冷不丁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虽然啊 他说他拿杂志把脸打上了 那不更让人害怕吗 就这个打扮 把这个过路的大爷 尿都吓出来了 狗都吓跑了 大号尿不湿的 都兜不住啊 关键的关键啊 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干 他是连续两晚上 有网友说啊 这是博人眼球 这肯定是想出名 吸引流量 不排除啊 很有可能是这样干的 你现在为了出名 为了搞流量不容易啊 啥招的都得死啊 但是这个我怎么看 怎么的感觉过分呢 这个晚上冷不定一看见 你肯定胜得慌 如果有一个人老头老太太 或者是就普通人吧 晚上12点看见这个 如果他吓出个好歹 哎 或者一下就吓死了 这个是有的啊 或者吓得今生失常 就受刺激嘛 这也是造成人身伤害 那这个女子 她要不要负法律责任 这个有没有学法律的 懂这个的 就是她要不要负责 负刑事责任 还是民事责任 还是刑事附带民事 换个说法啊 假如你晚上看见这种 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然后你应激反应 你手上正好拿着一瓶啤酒 对吧 或者是你手上有个棒子 狗链子 总之手上有个工具 然后你是应激反应啊 一下就拍过去 把他打伤了 你负什么责任 要不要负刑事责任 还是民事责任 还是说不用负责任 这个应该考虑啊 我觉得这个小姐姐 她挑战底线啊 她没考虑到自己的危险 就是自己也危险 别人也危险 你把别人吓出个好歹 你难道能逃得了干系吗 或者别人因为受了刺激 应激反应 一板砖把你拍傻了 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她这个行为 极不负责任 就对自己不负责任 对别人也不负责任 尤其是她大半夜出来 你说你白天还好一点 对吧 或者啊 你在特殊场所 比如说咱们什么密室逃脱 鬼屋 现在好多地方都有这种项目 类似是鬼屋 对吧 她会请一些人化妆之后 在那吓人 但是这个是 这个游客或者消费者 她有心理预期啊 她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 她是为了刺激而去的 她知道这是假的 密室逃脱或者鬼屋 你进去之前 你就知道这是假的 只是刺激 而且人家都写了 虽然这个密室逃脱 我没去过 但是鬼屋 我是记得我进去过一次 人家上面都写了 心脏病的 或者什么高血压 什么的 就是有些这个病的 不让你进去 怕你出事 就是告知你了 这是假的 她也害怕你出事 那你说这个小姐姐 大半夜从那个 小区的绿花袋出来 如果她走路轻一点 没有动静 那不看着跟鬼魂一样 这个搞法啊 还是要小心一点 小心被别人拍倒了 这个引起误会 那就麻烦了 这个我觉得啊 好像法律 是不是有模糊地带 你按理来说 它是有穿衣打扮的自由啊 对吧 咱们哪条法律 没有说你不能穿这种 清朝的这个服装 对吧 不能穿这个僵尸装 不能穿这个 哎 化这种妆容 似乎法律也没规定 其实就是有规定 恐怕也是 叫牵强附会 顶多一句叫什么 风 风序良俗 概括了 对吧 违反了风序 公序良俗 所以说啊 你要说了违法 好像还真找不到哪条法律 能给它套进去 就搞了搞去 恐怕也就是寻衅自事吧 反正寻衅自事 这个都能装 这按理来说 咱们应该不信这个 咱 因为咱们是唯物主义 对吧 咱们这个教育 这些对吧 你相信鬼神 这些都是封建糟粕啊 就是言下这就是 咱们应该相信 有什么鬼呀 对吧 僵尸啊 所以你被鬼僵尸吓着了 那也是你自己问题 所以说啊 这个比较难办 就换说说吧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资料 好像是印尼啊 还是什么地方人 一个岛上 他那个地方人 就把自己的亲人啊 去世的亲人 好像每年他有个节日 就到了那一天啊 那当地的人都去啊 刨坟了 把亲人的坟给刨了 把亲人再给坟墓里弄出来 把他打扮 穿上新的衣服 化妆 完了这还合影 完了这放在那里 还参加家庭聚会 老人小孩都跟这个 市区的亲人 这个遗体啊 拍照 留念 party 说白了就是跟那个 骷髅啊 把他穿上新衣服 还打扮 是印尼的一个地区的一个风俗 我想啊 他们那些人 习以为常 如果看见这个小姐姐 他也不在乎 也不觉得害怕 这是民俗啊 这是当地的风俗 所以这个小姐姐如果在当地 他找到知音了 这种打扮 不会引起人不适 还有啊 我记得我去台湾旅游的时候 那个高山族吧 还是什么民族啊 反正也是少数民族 他们就把祖先和亲人的这个遗体啊 埋在自己的床下面 他们就是那种小窝棚啊 小棚子 草棚 然后一家人住在草棚里面 亲人就埋在床下面 一具一具的 好像这样子 完了这个 他们要搬家的话 就比如从这个地方住不了了 换个地方 搬新家 他那个亲人的遗体 要一起搬过去 好像这样 永远跟亲人在一起 永不分开 这个跟我们 对吧 这个内地啊 这个汉族的 这个风俗 那也是接受不了的 太吓人 这个说的有点远啊 还说这个小姐姐 现在有一群人啊 有一批人 为了噱头 为了引起人关注 为了这个流量 可真是不择手段了 我倒是建议啊 他的家属啊 他的父母 应该把他送到医院看一下 是不是说 精神这块 有点什么问题 对吧 你就是说 先要排除 他是不是精神疾病 排除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之后 那要开导 要教育他 不能这么干 对吧 做事还有底线 你这种不仅给别人带来 这个叫危害 也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伤害 很多人喜欢用这种方式 拨出位 拨眼球 对吧 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所以这里面 我们也要说这个平台 媒体 媒体对这种 还是真不能给他空间 不能给他流量 你给他空间 给他流量 都是在纵容他 都是在鼓励他 这种警察是拿他没办法的 警察顶多批评一下 教育一下 所以只能平台的吧 你不能给他流量 咱们在网上 对吧 最近也经常看到 因为国庆节期间呢 有很多人 穿着这个和服 或者穿这个木鸡 打这个直伞 或者就是这种 也算是七专一服吧 反正跟咱们平台穿的不太一样 然后去警区 直播 拍照 等等啊 受到群众的围攻 群众纷纷指责 你穿这个国庆节 你穿这个 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 那我想啊 这个小姐姐 不比那些穿木鸡 穿这个和服的 危害性更大吗 应该不应该 攻击这个小姐姐 穿这种僵尸服和和服 花这种装的 和穿木鸡的 到底哪个有危害呢 不能排除啊 穿和服 穿木鸡 他也是为了高流量 博眼球 同样都是博眼球 我怎么感觉 这个穿僵尸服 这更应该抵制 有人说啊 为什么僵尸服 都喜欢用这个 清朝的这个官服呢 你看这个女孩子啊 打扮的 就是清朝官服啊 清朝单官的穿成这样 咱们影视剧作品 还有小说里面 写僵尸 还都喜欢写 搞成这样 穿清朝的官服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啊 一想到僵尸 大家脑海里 更多的出现的这种 清宫 清宫剧里面那些照片 一个个的都像僵尸 首先第一个啊 就主要是 咱们最后一个 封建王朝 一个是清朝啊 离得太近 加上这个 清朝这个官服啊 它这个颜色啊 反正不那么喜庆 我记得明朝的时候 官服还有红的 有绿的 清朝的官服 还都是这种 这种颜色啊 看着挺圣人的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呢 很多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啊 重要原因 就是清朝的时候啊 刚开始 这不是要 叫剃发义服吗 义服啊 就服装要换 穿成那种马褂 头发要剃掉 但是很多这个 汉人呢 他是抵制的 剃发 那是没办法 义服呢 也没办法 但是死了 你管不了了吧 所以他埋的时候啊 他死的时候 他说穿还穿明朝那种衣服 我看过这个资料啊 然后这个清政府啊 为了杜绝这个 你让你死 也要做清朝的人 不要做明朝的鬼 所以死人 也得穿 这个清朝的这种服装 当官呢就 强行规定 必须穿这个朝服 我记得有这种资料的 为了让老百姓也穿呢 就是死后啊 也穿这种清朝的服装 下葬 做清朝的鬼 所以他们还出了个政策 因为清朝对吧 官是官 明是明 明就是明 但是啊 清朝规定 人死之后啊 好像可以给你升一级 你也可以穿官服下葬 就像很多这个老干部 退休的时候 升一级一样 对吧 本来是妇听 退休的时候 享受政听待遇 就这意思 你本来是个农民 死的时候 享受官员这个待遇 可以穿这个 官员的这个服装 所以说这个 后来啊 就是清朝人 一死都穿官服 所以现在啊 比如建筑工地啊 城市建设 挖出来的坟 好多都是这种 因为年代再久远一点 它已经全烂了 也看不出个所以然了 所以相对保存的好一点的 完了这个时间还有点长的 比如一百年的 因为你太短了 那人家这个后人呢 还找你 这一百年的 一百五十年代 他后人在哪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这种坟被刨的比较多 刨出来都是这样 所以我估计啊 给人一种印象 所以大家脑子里勾画出来 这种僵尸 恐怕就是这种 所以现在啊 影视作品里面 文学作品里面 僵尸 都是这个样子 正因为强化了 所以大家一看见这个 就把它联想到僵尸 僵尸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僵尸 所以你看见才会害怕 才会产生这种冲击 我觉得这个啊 问题在平台 对吧 平台应该自律 对这种应该限流 不能给他流量 他一旦没有经济价值 他就不会干 就是干的人就会少 就是干这个不赚钱 反而还赔钱 自己还挺累 还有这个受伤害的风险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少了 如果一旦干这个 他能吸引流量 对吧 平台不加限制 那好多人跑来看 流量一大 他反而会鼓励他 更加这么干 最后还导致别人 会竞相效法 模仿 形成一个风气 诸如此类的事情比较多 那咱们说了 你这种行为 在特定场所是可以的 对吧 鬼屋啊 密室逃脱啊 有些景区啊 他开展这种项目 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你在其他的场合 大庭广众 对吧 这个小区里面 公共场所 这个还是要坚决抵制啊 我记得国外什么复活节 是不是也搞成这样 对吧 那是特定时间 特定场所 你这种冷不防出来一个 下次人不偿命 大过节的啊 本来挺高兴的 结果看一下这个 估计晚上都要做噩梦啊 心情都好不了 所以说啊 还是要有点功德心啊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